Odia Jungle 梁山好汉的结局 到最后像红颜一样 各奔东西 在《水浒传》原著中 出现了不少神通广大的人物 比如梁山上的公孙盛和樊瑞 其实细看原著 全书共出现了三位顶级神秘人 均帮助过梁山好汉挺过难关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 第一位出场九天玄女 送江回家接父亲 在路上被一群官兵追杀 无奈之下 躲进了一座破庙里 在这座破庙里 宋江见到了改变了他一生的神仙 九天玄女 九天玄女是殷商王朝的祖先 一位法力无边的女神 曾经帮助过皇帝打败了池油 被玉皇大帝赤封 她为九天玄女 九天圣母 这样一位神话中的女神 今天下班来了 救了宋江一命 宋江几乎战利 毛发倒数 扑扑在地 哪里敢抬头 玄女娘 赐酒给她喝了 赐澡给她吃了 又送了她一套天书和一番话 最后 宋江醒来的时候 依然还是躲在原先那个庙里的神厨里 宋江在遇见九天玄女前是拒绝落草的 而她最终上了梁山 正式得到玄女给的三卷天书之后 第二位出场罗真人 公孙胜的师父 征疗途中 宋江和公孙胜 同去拜见罗真人 罗真人给了宋江忠心折扫 一起折戏 幽烟弓壁 明月虚辉 施逢东目 红燕纷飞 无头除尾 官路同归的预言 还要求宋江在大功告成之后 让公孙胜回山 宋江给罗真人献上金珠彩段 却被真人拒绝 贫道辟居也走 寄行与内 纵使受此金珠 亦无用处 随身自有不袍遮体 灵锦彩段 亦不曾穿 将军捅数万之师 军钱赏赐 日备何止千万 所赐之物 其请纳回 贫道绝无用处 宋江再拜 望请收纳 罗真人兼之不受 罗真人以修道为自己的最高追求 同时也要求自己的徒弟专心修道 修备人欲所赴 误了大事 是真正的世外高人 第三位出场少龙君 他是书中 最后一位出场的神人 宋江在乌龙岭黑松林被包天师 妖法困住 樊瑞不在身边时 是他出手相救 破了妖法 书中没有对提 有详细记载 以上人物 便是这水浒世界中最神秘的三个人 但是 真是真 假是假 此一切传奇人物 进阶是师老艺人一手虚构的 然而 正是因师奈安对这些虚构情节 虚构人物的成功刻画 梁山一百单八将的生平 才显得不单调 不平凡 本文系刀幕首查工作室原创精品 全网总曝光15亿次的优质MCN自媒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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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现